Hello 大家好 今次會由我阿姨祖迪 親自示範做薑汁壯奶 材料很簡單 只需要兩塊片中大小的老薑 和兩盒鮮奶 這樣就可以做到大約兩碗份量 首先把準備好的老薑去皮 和磨成薑蓉 然後把磨好的薑蓉放入茶格 慢慢用匙巾壓出薑汁 這個份量的薑汁 就可以做到兩碗薑汁壯奶 之後就倒兩盒鮮奶 開始用中火慢慢煮 用什麼鮮奶完全是看個人的喜好 我這裡就是用高蓋奶 在煮熱鮮奶的過程 要不斷地慢慢攪拌 令到不會黏底 看到表面出煙 和邊邊有泡泡 再煮多15秒左右 就可以關火了 準備一個大涼杯或大碗 重複這個動作大約10次 令到奶的溫度有輕微的降溫 完成了10下之後 就可以把這些暖鮮奶 直接倒入已經放在薑汁的碗裡 要很快手 大力地把鮮奶倒入薑汁裡 完成了這個動作之後 千萬不要動一隻碗 讓它在桌上 慢慢冷靜大約8分鐘 之後一件很神奇的事就發生了 薑汁壯奶真的凝固了 真的很容易煮的 吃下去又香又滑 大家都試一下吧 這次就說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希望大家按訂閱和讚好我這段影片 支持一下吧 多謝